大涨也带动了台股 请问目前涨势是如何呢 时间交给慧云 好 这算不是在市场里面的投资人 也都会关心到辉达的财报 因为这个辉达的财报 真的是非常的亮眼 重点就是对于前景 是一片看好的 尤其黄仁勋说 这个其实不管各个产业 各个业界对于运算的需求大增 因此他们很预期 就是说接下来的季度 同样都会如此的亮眼 那么这样子好的财报 当然也在市场上发挥了作用 在美股的时候 就看到周四美股这边 其实辉达的个股涨幅 达到了16% 那么这也带动了 美股四大指数 几乎都是冲上了新高 像是道琼 就是首度收在了39000点之上 另外标普500指数 还有非半指数 都是继一年以来 最好的单日表现 而个股方面的涨幅 更是惊人了 像是美国的超微电脑 32.87%的涨幅 还有另外是美国AMD超微 也是有10.69% 那辉达个股涨了16%之后 也会让他们的市值 重新登上了全美第三大的企业 尤其黄仁勋个人的身价 就高达了2.14兆元台币 那么对他来说 辉达可以说是像印钞机一样 那么辉达的表现 这么的亮眼也带动了我们的台股 那么稍早开牌的时候 还一度冲上了万九 不过现在是属于一个拉回震荡的状态 但是同样在AI类股 尤其台积电的方面 都还是在上涨的 另外在我们国内 其实目前是周休二日的 但是英国试验劳工周休三日 也就是每周只要上班四天 但是要达到一定的绩效 想要请问英国试验这样的状况 情形又是如何呢 再交给惠云 好 这个最终结果可能有点出乎意料 因为是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企业 都决定要将周休三日 转为常态化的实施 那么事实上是英国有60亿间的企业 他们在过去一年的时候 都在实验这件事情 就是上班四天 周休三天 那一刚开始 其实员工当然不是非常的适应 所以就来谈一个交换条件 是说你只要在上班的时间 你就要维持以前的八成左右 那么同样是周休三天 那之后再慢慢的增加到 你同样在四天里面 要达到你过往上班五天的绩效 那这样子实验了 调整了一年之后 结果劳资双方都是大获好评的 那劳方这一方当然是认为说 你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变多了 很多人认为 自己生活中的幸福感增加了 那对于资方的好处就是什么呢 员工提离职的这个几率降低了 流动率比较低的状况之下 让他们也会考虑来 愿意永久的来采纳 这个周休三天的制度 那结果就是在61间的实验企业里面 有超过一半以上 都将把这个周休三天 转为是常态化的来实施 不过这个周休三天 到底有没有办法 在各个产业都来落实 这个还很难说 因为毕竟很多像是服务业 餐饮等等 他们并不是这样子的制度的 所以如果说真的要周休三天 这个还有带来商量 谢谢惠云带给我们非常详细的说明 谢谢您 谢谢 好 接着我们来看的是 在台积电日本的熊本场明天 举办开幕的仪式 那在这之前 不少日本媒体也争相的报道 熊本的工商界领袖就表示 台积电的进驻将会带来 明炬为新以来的黎明 我们连接给记者林立 台积电将在明天 举行熊本场的开幕典礼 已经决定在熊本新建 第二座的晶圆厂 预计今年底新建 2027年底就会开始营运 包含一厂及二厂 两座厂房 总投资金额超过200亿美元 月产能超过10万片的12寸晶圆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有知情人士透露 日本经济产业省 在去年度的补充预算申请阶段 也已向台积电 熊本第二工厂 提供最大约9000亿日元的支援 之后根据台积电的投资计划 调整的补助金额 基本上决定要补助7300亿